挑戰全運會男子籃球項目三連霸的王者新北市 正中由李學霖、呂正如、李德威等國手助政 賽前也備受期待能達成三連霸壯舉 但在19日的四強賽就出師不力 以16分差數給台北市 三連霸夢碎 110年全運會僅能爭奪銅牌 20日的銅牌戰對上桃園市 在首節新北市就以17比26落後 第二節更是被打一波29比18的攻勢 以36比55落後19分 光是上半場桃園市余幻雅就拿下19分 謝亞軒也有14分進仗 而新北市上半場得分上雙的僅有胡凱翔的10分 下半場一籃在戰 新北市手感未見起色 三節打完僅得60分 桃園市謝亞軒在第三節單節砍下4顆3分球拿下12分 幾乎第四節差距超過20分的新北市無力反攻 途中還出現衝突插曲 新北市胡凱翔更是直接被驅逐出場 最終新北市以77比100不敵桃園市本屆賽事僅以第四名作收 接著簡明三板橋報導 超最早 十分之下